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北京时间4月14日,提湖迎来了,跟马斯的附加赛生死战。 赛前,西安在训练中,连续完成了360度,转体大风车爆扣,引发美眉刷屏热议。 只见西安,从笔线冲到篮下,腾空而起,在空中,有一个360转体,加大风车爆扣。 从西安完成的情况来看,他这次扣篮,相当轻松。 西安,仍能飞。美眉Overtime,评价道,ESPN也表示,西安,在从伤病中恢复的过程中,展示了他的弹跳能力。 美眉Clutch Points,也是在与了西安这次爆扣。 事实上,在赛前训练中,西安变得很科普,并且,爆扣不断。 还有一次面对训练师,他轻松过掉,杀到篮下,直接一个360度,转体爆扣。 落地之后,西安,已经是满头大汗,他还用训练外套袖子,擦了擦汗。 看起来,西安,恢复得不错。 因为脚步的伤势,西安本赛季常规赛一场比赛,都没有打过,目前,还没有参加球队完整的5对5训练。 本赛季付出,看起来,希望不大了。 不过,从西安联袖扣篮的情况来看,他的脚伤,应该基本上,已经痊愈了。 休赛期,他有机会跟球队提前续约。 根据此前报道,西安有资格获得一份5年价值1.81亿美元的提前续约合同。 不过,被蹄虎选中之后,西安目前为止,总共只打了85场常规赛比。